又在騙了喔 憑什麼啊 憑什麼什麼事情 都要跟的公開啊 job 實每天都在騙喔 你屁啊 真的很可憐你覺得嗎 你們怎麼不問一下 蔡英文跟誰在一起 那一起受傷嗎 好那我養你 小齊順 你放去 好不好 我養你 我養你一輩子 每個月給你三萬 保養你 這樣可以嗎 夠吧 我保養你嘛 坦白說 我完全可以感觉到这个人是善良的 日前Toys登上昔日世仇 爱丽莎莎的频道进行一日约会 完成世纪大和解 我想要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我跟莎莎呢 并没有真正的在一起 她可能真的喜欢我 但是我的莎莎不是我的菜 但莎莎的确是蛮有魅力的啦 就是以一个女强人的角度去看待她的 她的确算是蛮强的 更加佩服的就是这一位 小齐炫 Toys自己Q绯闻对象小齐炫 两人近期疑似交往的蛛丝马迹被疯传 她现前婚姻媒体女友不是小齐炫 表示未婚妻使权外人 两人私下真实关系 24号她也在直播权说了 我前几天有接一个媒体的电话 说我的确是有女朋友 说不是圈内的 那是假的没有错 的确现在没有女朋友 新闻啊 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看到小齐炫的这个 我女神的线洞呢 跟我躺着同一个所谓的枕头 那其实那个呢 不是枕头 那个是靠枕 是我去床的世界 买床给我妈的时候呢 她买一送一 我都买了一颗给她 我的确有在追求 小齐炫 这位女神 但是呢 我一直追不到 所以我希望媒体呢 可以放过我 不要再给我跟她压力了 从之前的直播 也都有透露过 我其实很喜欢小齐炫这一型的 我的确比较会被一些 可能跟我有相似的成长背景 的这个女性所吸引 哪一个在不整形的状态下 可以长这样 我没有在排斥整形的人啊 但是她是纯天然的耶 纯天然 奶大 屁股大 脸 脸要好看 你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她 而且还是纯郁型的 就是那种林家少女 看起来还稍稍的 她真的是天花板 所以你们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淫传吧 我的确被这个小齐炫的 上进心所吸引到了 而且又这么漂亮 又有内涵 其实很难不被她吸引 我想要请求一下 各位媒体们 媒体的好朋友们 可不可以把这个小齐炫的 这个住家的那个 所谓的新闻下架一下 但是可不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假设今天被报道的是你的住家 你们要想 小齐炫她是一个小孤儿 平常也都自己一个人住 你看看陈怡前阵里的新闻 其实的确会让人恐惧 而且昨天小齐炫 也的确有告诉我 这个恐慌症有发作 所以其实我很心疼 也觉得自己要背锅 对不对 我干嘛送她那个靠枕呢 被人家过度放大 又在骗了哦 凭什么啊 凭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跟你们公开啊 其他片了 干 shutter 有点可怜 你们能不想要问差英文跟谁在一起 就算今天是个女的 以前是个女好了 那又如何 但是我再次声明 我并不在乎 任何一个人的过去 顶多拿来撂开一下 但是我不會按照他以前所發生的事情 去評定一個人 那一起受傷吧 好 那我養你 小七炫 你放心 好不好 我養你 我養你一輩子 那我一個月給你三萬包養你 這樣可以嗎 夠吧 三萬塊夠吧 我包養你嘛 那小七是什麼罩杯 我不知道耶 小七應該是大的啦 你們看 這麼凸耶 一定超大 應該 A B C D B以上 我覺得B價